我们空降兵组建70年 一天仗也没打过 你还不赶快趁这时候全部练个兵啊 是不是 就拿台湾做练习 一个空降兵 降阳明山 一个空降兵兵团 降台中平原 一个空降兵兵团 降台南平原 给这个强大的空降兵兵团 强大的所有陆海空军的指挥系统 远程指挥 远程支援 空军支援 陆军航空兵支援 这个舰队支援 给他三个空降兵配集 三个空降兵集团 让他们激将 该降多少万人有多少 有多少万空降兵全部往下降 分台北台中台南 三个空降兵强大集团往下降 这六个兵团的兵力与火力配置 都要大到足以独自解放全台湾 这就是礼义公台方案的思想 用六个每一个都足以强大到 攻占整个台湾的兵团 攻击台湾 比预计兵力大六倍 真正做到 杀鸡用牛刀 六个兵团 全是主攻兵团 不分主次 六个兵团都足以攻占全台湾 全部是主攻兵团 都不是助攻兵团 明确授权这六个兵团 每个兵团都有义务在解决当面之敌之后 迅速帮助赏位结束战斗的 友邻兵团 迅速解放全台湾 每一个兵团都能解放全台湾 打下去之后立刻杀向全台湾 直到和友邻兵团会师为止